巴黎巴板正位于南卫北卫十度的燕窝黄金产区 雨季来临 这里的原始森林能给金丝燕带来充沛的食物 燕农大多选择在此搭建燕屋 吸引燕子前来居住 一过五点燕子已经归潮 人类不得在燕屋内逗留 黄金只能暂停查看燕屋的计划 包括太阳下山 天黑了 它就自然回来 正常我们是不能干扰它 它肯定有它的生活规律 我们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等燕子归潮的 怎么左等右等 这很奇怪没有燕子 当太阳就要快要下山的突然间 很远的地方一片黑云一下子飘过来 哇可能也就是大概就是在不到十分钟 哇你眼前一下子头顶的天空黑压压的 倒是鸟 非常的壮观 它今年新建了有五十几间燕屋 我们都是在海岸边 我们开始在森林当中了 我们开始在森林当中了 那这个黄色的亮亮这什么东西 黄色的是我们计划建的位置 哦 计划建的位置 哦 晚上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 这鸟的叫 这个时候还有声音 到八点以后可能没有声音 这也是里面声音传出来的 对对对对 都是里面的 这个怎么意思呢 互相之间在 不爱你你爱我还是怎么样 哈哈哈